大家好 我是徐晓明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2020年二季度投资策略报告会 以前老搞是吧 但是最近呢有几个季度啊 一直没有做 好 请看第一张图 2020年的一季度只有一个事是最重要的 就是抄底 大家都知道我这个春节之后啊 提前两个交易日 告诉大家2月4号买入 精确则实 就是你说逢低买入 这是不对的 逢低买入这个道理呢都懂 但到底什么是低 所以呢 你看我们给的建议呢 就是2月4号买入 提前两天说啊 这叫做预测 4号说没有意义啊 那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 预测是指有条件的 有原因的 有逻辑的推出结果 怎么会得出这个结论 2月4号的买入呢 有三个关键 第一个是为什么买入 第二个是什么时候买入 第三个是有没有勇气买入 这三个呢都很重要 缺一不可 好 看这张图啊 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衰 我当时举了这个 非典疫情 因为冠状病毒跟非典疫情 非常相近 4月21号 4月21号 正式的对外公布 有非典疫情 然后呢出现了 当时的股市呢 出现了 快速的下跌 但是整个从公布开始到低点形成 一共就五个交易日 所以我当时说 我说这个这个国内呢 它也就是国内的疫情 对于市场的影响呢 也就是在五个交易日左右 注意啊 我当时说过这个话 在2020年的2月2号 我们4号抄的底 2月2号写的这个结论 这个对于非典疫情的研究啊 得到一个 得到两个重要的结论 分别是 两个重要的逻辑 非典疫情注底的时间 提前于 疫情从鼎盛到衰退的拐点 这个结论是非常重要的 在诊的新增病例啊 到达鼎盛时期是 就是鼎盛到衰退 这个拐点是在2月18号 但是呢 我们研究非典之后呢 得出市场注底的时间 是提前于 疫情 从鼎盛到衰退的拐点的 就是你不能等它 这个疫情已经出现拐点了 然后你再去入场 那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衰 就是我们研究完 非典疫情之后呢 得出这个结论 就是你得提前买 得提前买啊 那非典呢 就是影响五个小一日 如果 按五个小一日算 2月4号是第五天 所以我们指向2月4号是有逻辑的 第二个 很多人担心这次疫情如此猛烈 会是股市崩盘 我听到这我都觉得挺无语的 崩盘我没看见啊 研究完非典之后 对于行情的影响 崩盘我没有看见 但是我看见了 因为非典最早是这个香港嘛 爆发的嘛 但是我却看见了香港的股票 恒生指数住了十年大地 看这张图啊 看这张图 4月25号国内的A股住地 在这啊 这张图 4月25号住地 然后4月25号 注意一下 这个8331点 4月25号 是恒生指数的 十年吧 最低点 住了大地 所以当有人质疑 说这个市场很悲观 说对经济的影响 对于雏形生活的影响 你们说的都对 但是它导致股市崩盘 没听说 历史的研究呢 它不仅没崩盘 还筑成了十多年的大地 注意啊 2月4号是有这种潜质 一会儿我再讲 先不讲那啊 先不讲那 2月4号是有这种潜质的 我们接着往下说 所以这两个呢 我们得出 我当时得出这两个结论呢 它就是特别关键的两个结论 第一个就是不能等到疫情 从鼎盛 就一直在增长 然后开始出现拐点了 进入到衰退了 什么是拐点呢 就是新增的 小于治愈的 就是拐点了 对吧 不要等到那个时候 所以这个 我把时间定下来 定得很死 2月4号 绝不事后诸葛 好 请看下一张图 悲观往往正确 很多人很悲观 对于市场的影响 他说的都对 经济会有影响 生活会有影响 工作会有影响 各个方面都会影响 但是如果你做交易 你总是考虑到 这些正确的影响的话 你可能不赚钱 所以我说了一句话 我叫做悲观 往往正确 但乐观 往往成功 我在2月2号 得出的 这个结论的时候 我说 我可能会相对 比较乐观 然后得出 1 2 3 几点 是吧 建议大家买入 明确啊 建议大家买入 明确买入时间 是2月4号 好吧 这就是 今年1季度 最重要的一件事 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么2季度 2季度 今天主要讲的部分是 2020年2月份 投资策略报告会 关于2月份的预测 什么是预测呢 现在有一概念啊 有条件的 有原因的 有逻辑的 推出结果 叫做预测 我都是在说未来 你看啊 我都是在说未来 我今天讲 今天是3月中旬 对吧 我今天讲的是2季度 2020年的2季度的操作策略 也是在说未来 那么什么是预测 这个逻辑呢 还是要强化一下 很多人呢 不是预测 那是胡说八道 是吧 预测是有条件的 有原因的 有逻辑的 推出结果 好 看那张图啊 很经典的 神奇的一张图 是吧 这张图 坐于 2018年的12月份 当时讲的也是策略会 叫做2019年 一季度策略会 我给了这张图 我特别指出啊 先是筑底 先是继续往下跌 继续往下跌 然后在什么地方形成低点 2019年1月4号 也是提前几天 判断低点将成 准备资金入场 跟这一波一样啊 当时 你看啊 判定低点 就是为什么要买入 什么时候买入 提前几天说 但是呢 你会发现呢 有些人 由于悲观 对于疫情也好 包括19年那个时候 行情非常低迷 1月4号是最低点 到最低点那天 你不一定敢买 就是你解决了 为什么买 你解决了 什么时候买 但是你不一定解决 心理上的 不敢买 这个问题 所以一般来讲 到每个战役啊 我都会做啊 战前总动员 这一次也是啊 这一次也是啊 其实1月4号和2月4号 为了解决买入的这个问题啊 引用的例子是一样的 丘吉尔的至暗时刻 你们可以搜一下 我写的 就徐晓明写的 关于谈谈至暗时刻里边的勇气 你可以写一下 你可以搜一下 那是我的影评 我写的一个影评啊 一个电影的评论 你好好看一看那个文章 你能在里边汲取勇气 所以呢 我这一波也是说了 我说就担心大家最终那么强 没有勇气超低 所以呢 就建议大家看一看那个电影 让我给大家鼓鼓劲 成功不是终点 失败也并非终结 唯有勇气长存 当你把这句话说了很多遍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勇气就上来了 还有的呢 就是作为专业的 分析 市场的人 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时候绝不能忧郁 所以你看我给的 2月4号的买入是非常之坚决 好吧 但是这张图的神奇在于 注意下 我把未来在2018年的12月份 做了一个大概怎么走的一个预测 大概怎么走的一个预测 我说第一波会很猛 然后呢会出现回调 然后会再上 它的整体的逻辑是进二退一 进二就是进两个区域 退一呢就是退一个区域 但是退一个区域 它会显得空间略小 怎么办呢 用反复的几次上上下 这里我也这么说的 对吧 我这大盘的短期也是这么说的 那么我认为它就是ABC 然后呢 它整体还是在退一的一个空间区域里运行 它不是两个不到这 一个空间区域里运行 叫做进二退一 退完一之后还在进二 所以重要的两次进二的买点 一次是这个点 一次是这个点 我在2018年12月份给了未来两次重要买点 注意啊 注意啊这是我在2018年12月份做的图 很多人都能证明的 因为我写什么或者是我讲什么 它是有 有录音的对吧 很多人都是现场听 包括你像我这次说2月4号买入 提前两天 提前两天说啊 2月2号说 好请看下一张图 这神奇的地方啊 请看这张图啊 这是我2018年在这 12月份做的后面的走势的预测 然后呢 这是真实的市场的走势 第一个判断还会继续下跌 对了 对吧 第二个判断注底时间是对的 1月4号提前几天判断 跟这次2月4号是一样的 提前几天判断 第三个判断注底 还要判断注底之后的行情规模 我判断是一个横跨 两个区域的 因为当时呢 这个我画的那个比较小啊 现在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调整成两个区域 因为进二退一嘛 横跨两个区域的 一个大级别的上升 这个上升呢 代表了 获利速度会非常快 很猛烈 所以第一波是去年 炒的一波行情 对吧 但是并不判断它是 持续的上升 所以 第三个判断是判断行情规模 对吧 第四个判断是判断注顶时间 4月8号 当时讲 2019年 二季度 策略会 说了八个字 还记得吗 痛下决心 防范风险 注意啊 你看我的形容词啊 我在那的时候形容是 痛下决心 防范风险 我在这儿的形容词是什么啊 赖在车上不下去 对吧 赖在车上不下去 一会儿我讲为什么啊 这是第四个判断 注顶 第五个判断 注顶之后的调整规模 首先我判断它是退一 我判断它是 不会很大 这个调整的规模 就空间的角度来讲 不会很大 所以就是退一 不会退两个个 第六个判断是 调整的形式是ABC结构 A B C 尽管现在这个C啊 因为疫情导致了 对吧 但是你要注意 稍等 但是大家要注意啊 我画的这个图 我画的这个图是平行线 即A的高点 A的起点 B的终点 形成的连线 会过A的终点到达C 所以这个点 2月4号的这个低点 跟我在2018年12月份 预测的市场的走势 要到达的点是完全一致的 加上这个因素 所以呢 今年春节之后 建议大家在2月4号买入 所以这是第六个 判断调整会以ABC的形式 第七个 判断C浪的低点 就这个点 机会非常大 它是大机会 因为只有这和这 是多区域的 就是它不是小上升 后面对应的是大上升 所以呢 现在这个低点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第八个 预测 2月4号的 就这个C点 一旦形成 后面的上升 会 跟2019年的1月份 后面的行情 一样大 甚至会更大 这个还没有完成 注意啊 我做了八个预测 八个预测 前七个都对了 但这个呢 现在目前走一半 是吧 如果按照我所预测的 在2018年啊 做的预测的 它应该继续的走到 上面这个 就是要横跨两个区域的 所以现在只涨了一半 甚至不到一半 执掌了一半 甚至不到一半 这也是为什么 我建议大家 赖在车上不下去 的主要原因 这是今天的重点 重点之中的重点 好吧 再看下一张图 我说跨两个区域 仍然是比较保守的 比较保守的 我们先看跨两个区 到时候再说 两个区就是到这条线 但我不知道它什么时间到 但是到这条线 它有可能在这到 也可能在 我认为大概率呢 会跨两个区 如果市场比较强 就会横跨三个区 到达这条线 到三个区 所以呢 从行情规模的角度 从行情规模的角度 二季度的策略的结论就出来了 四个字 守住繁华 你不要浪费 C浪低点 一个重要的 就是这个低点的机会 这个低点的机会 我曾经跟大家说过 我说历史级的行情 希望在2月4号的买入 被历史所减 历史级的行情不会太小 当然最低点是1月4号 1月4号我们也把握住了 并且在4月8号卖出 这都不是事后诸葛吧 这大家能证明吧 有条件 有原因 有逻辑的推力 有点像破案 对吧 条件呢就是线索的多少 行情已知的线索的多少 然后来得出结论 我在说这一波不退的时候呢 有很多人不理解 但是逻辑上是不通的 比方说 昨天的下跌 2月28号的下跌 下跌的幅度都很大 但是呢 这个跌幅啊 尽管比较大 你不好做差价的 首先 两个高点 3月5号 和2月下旬的那个高点 2月25号对吧 2月25号和3月5号的高点 没有顶部结构 无法判定高点 无法判定高点 在无法判定高点的前提下 你总不能凭感觉来吧 如果你凭感觉的话 留不到现在了 早就卖了 你一定是有一个标准 支撑你 持有到高点 对吧 所以那些人说 今天大跌 所以昨天应该卖掉 这个逻辑啊 这个逻辑也是神逻辑 今天下跌了 所以昨天应该卖掉 这是神逻辑啊 第二个呢 就是下跌之后 你未必能够买回来 你 我刚才为什么说 我得打气啊 做战前总动员啊 位置那么低 为什么还是有人不敢买啊 因为恐惧啊 从没有离我们而去 我们只是恐惧的管理者 很多人到这个时候 他就会恐慌 真正到达这个低位的时候 一定是伴随恐慌性的 今天上午 3月10号 今天上午 这个形成低点的时候 那个恐慌性是很强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 不一定有人敢买 本来想逢低买回来的 但也不一定敢买 但是呢 由于恐慌 卖出去的人却很多 这就是我说 下车容易 上车难的风险 这就是我说 卖出比持股大的风险 它的逻辑推理的原因 所以综合考虑 这一系列的问题 再加上 我们对二季度的判断 行情呢 是应该跨两个区域的 就是现在连一半都没到 我说好戏还在后面 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好戏到底有多大 那么今天呢 给大家做这个 二季度策略会呢 告诉你好戏有多大 当然我的判断不一定对 不一定对 但是我前七次都对了 如果没有证实 我判断 划两个区域的 这个行情的判断 是错的之前 你先按照 预测的 这个有条件 逻辑 推理的结论来 如果将来发现呢 市场走的 跟我们预测的 不一致的时候 我们会改变 这是真正的尊重市场 尊重市场 好吧 所以我认为呢 这个地方会横跨两个区域 由于空间比较大 我担心呢 大家下了车上不来 所以呢 就狠狠心 不建议大家在这儿做交易 赖在车上不下去 因为像这种高速行进的列车啊 像在这种行情下 高速行进的列车啊 最佳的方式是持股 而不是折腾 今天买这个 明天卖那个的 不对 这个交易的逻辑不对 好吧 所以建议大家呢 是持股不动 做满 C浪 重要地点 就这个重要地点 所对应的行情 把它做满了 二季度 核心四个字 守住繁华 顺便说一句 这一波下车的 上一波没上车的 建议你抓紧时间上车 说的够直接吧 够清楚吧 所以这就是今天要讲的 这个核心的东西啊 不多 但是很直接 你看我在2018年啊 12月份 对于未来的一个长期走势的 你看这张组觉得很神奇 对吧 这是我画的图 上面是我画的图 下面是市场走出来的图 唯独差这个 就差这一步 这一步如果走出来 跟我画的图是一模一样 很神奇吧 所以 在我看来啊 有条件 有原因 有逻辑的推理未来 预测是最科学的交易方式 很多人认为预测不值一提 但是呢 你不管是基本面 政策面 消息面 所做的市场分析的方法 都是在预测未来 无非是逻辑不同而已 即便你什么逻辑都没有 你的买入就是预测未来要涨 你要不为什么买 你的卖出就是预测未来要下跌 对吧 只不过你的逻辑不够深 不够清楚 这两天呢 别说这两天了 三次大跌 第一次 国内疫情 二月三号 第二次 二月二十八号 第三次 昨天 三次 一次是国内疫情 两次是国际疫情 引发的市场的大幅下跌 最终 把那些 这个逻辑不是很清楚的人 吓跑 好吧 他预测可能未来要跌 所以卖出 就吓跑掉了 但是呢 目前来讲呢 至少能够证明 你需要有很深的交易的逻辑 要科学的投资啊 科学的投资 好吧 所以二季度啊 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持有 持住利润 能拿得住利润 牛市当中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但是呢 很多人根本就啊 不记得牛市什么样子了 不记得了 这也是为什么 这一波涨一点就想跑掉 涨了一点就想跑掉 但是如果你看到 我画的这个图 看到我2018年12月份 就会对未来有一个 详尽的规划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跑得 可能道理不那么深 是不是 没有那么大的道理 没有那么深的道理 好吧 二季度啊 守住繁华 没上车的赞紧上 今天要解释这个两句话啊 我一直说 我说可以跟大家做一个解释 我在文章里多次引用这句话 但是我没有多说什么 今天说一下 丰公起在尊明朔 确保预测入版图 它是源自于 张学良提给郑成功的 这是原文啊 张学良的亲笔书啊 这字呢 还可以啊 还可以 镊子孤臣一致如 田英大义抗强湖 丰公起在尊明朔 确保台湾入版图 郑成功为什么叫镊子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搜啊 这个评论是 这个张学良对他的评论是准确的 就是说他这个人呢 是有有一定的不完美的 镊子孤臣一致如 很幼稚 或者是说很执着 田英大义抗强湖 正义凌人 抗强湖就是抵抗外国侵略者 收复了台湾 对吧 丰公 关键是在最后两句 丰公起在尊明朔 丰公伟绩 难道是 收复台湾这种重要的丰公伟绩 难道是为了证明明朝才是正统吗 明明朝 说正统 不对 你小看了他 确保台湾入版图 那么这句话才是核心 就是清朝也好 明朝也好 这不重要 你太小看他了 确保台湾入版图 才是他的理想 所以呢 这是张学良评价他 但是呢 当我看到这句的时候 我是很受震撼的 原因是 他其实也是在说自己 我们对于张学良的理解可能是 西安事变 或者是丢了东北 对吧 但是他 我认为啊 他的历史上最大的意价值 是东北意志 东北意志 就是意 交换 换了 志 旗字 旗帜 东北意志 有兴趣的 可以去了解一段 以下那段历史 所以呢 他说的这个意思就是 丰功起在尊明朔 确保台湾入版图 明朝一定是正统吗 这个不重要 那么张学良说的一句话呢 我能够看出他的豪气万丈 他在说自己是吧 尊功起在尊蒋硕 确保东北入版图 所以很多人评价他 他认为 这些不重要 他也不解释 所以他提给这个尊功的词 很有意思 所以我引用了 我引用了 我把它改成为 丰功起在尊明朔 确保预测入版图 明 小明的明 朔正确 我徐小明 预测未来是否正确 它不重要 我一直在预测未来 我十年如一日的在写未来 对吧 大家能够证明吧 预测是最科学的方法之一 我影响和改变了很多人 他们了解 接受和信任预测 有条件的 有原因的 有逻辑的推出结论 推出结果 是最科学的交易方法之一 让交易方法上 有预测的版图 这就是我为什么经常提起这句话 丰功起在尊明朔 确保预测入版图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个豪气万丈的 徐小明 好吧 不多讲了 个人观点 仅供参考 据此交易 后果自负 这个还是要说一下的 我今天的 我今天的 2020年 二季度 投资策略报告会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看见